还是要带你来看看这样的一个励志的故事 在台中有一名单亲的妈妈 她子宫长了肿瘤却不愿意开刀 原因就是因为担心三名小脑萎缩症的儿子会没有人照顾 面对一家都是病人 她并不曾退缩 她当作是老天给她的考验 要勇敢度过每一天 替小脑萎缩症的儿子按摩松开筋骨 但亲妈妈陈立柔没有一丝抱怨 这样的场景日复一日天天都在这个家庭上演 苦日子已经过了十年 母亲节前夕 儿子吃力的在白纸上写下妈妈快乐几个字 虽然写得不好看 妈妈却好感动 陈立柔的丈夫十年前过世 她一肩扛起家庭重担 但三个儿子相继发病 都罹患小脑萎缩症 而她自己呢 子宫长的肿瘤却不愿意开刀 就是担心孩子们会没人照顾 时常擦干眼泪继续忙 身形瘦弱的她却要当孩子心中最强壮的巨人 面对煎熬她没有被打倒 反而当做老天给的考验 中式爱心基金会将率先捐款 抛砖引玉 希望外界一起帮助这个弱势家庭 记者陈一杰赵正林 台中报道